包菜就不要总是炒着吃或者总是做手势包菜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新做法 做好的包菜爽脆可口鲜甜多汁 如果您喜欢视频的话要记得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 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鸡心包菜 对半切开以后切掉里面的根部 然后再把包菜切成丝 刚开始切的时候要斜刀切进去 切到中间的时候再直切 切的时候不要把包菜丝切得太细了 切好以后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再准备一根胡萝卜 先给胡萝卜去皮 胡萝卜去好皮以后就像我这样 用刮湿器刮成丝 刀工比较好的朋友 可以直接用刀把胡萝卜切成细丝 切好以后跟包菜一起放入开水中烫30秒钟 烫的时候要一边烫一边按压 让包菜和胡萝卜丝受药均匀 烫的时间千万不要太久了 烫的时间太久的话 吃起来口感就不脆了 烫好以后捞出 迅速放入凉开水或者纯净水中降温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爽脆 在这个时间里咱们准备一些配菜 先准备几盒大蒜 把大蒜打成蒜末 不喜欢吃大蒜的朋友 那就想办法放其他的 然后再准备一小节的大葱 把大葱给切碎 剁好以后和蒜末白芝麻一起放入碗中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倒入小半勺的盐 鸡精和白糖调味 30克左右的生抽 一大勺的蚝油提鲜 再用勺子搅拌均匀 包菜和胡萝卜的温度降下来以后 捞出沥干水分 水分要沥得非常的干 方便下一步制作的时候入味 沥干水分以后放入一个大碗中 淋入调好的料汁 用粘袋发菜的左手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放置五分钟 让包菜和胡萝卜入味 然后就可以开吃了 整道菜口感爽脆 鲜甜入味 用来拌饭吃真的特别舒服 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